我也很肯定这一天 如果现在我跟你们的校长站在一起 你如果觉得我比较有气质 校长就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那校长说大五十几岁了 我觉得学音乐 不要学音乐 但是喜欢音乐是随时都可以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请小朋友给校长掌声 希望他从现在开始很喜欢音乐 在一个学校里头 校长要非常喜欢音乐 小朋友才有福气去享受音乐 我今天下午来 因为雅兵是我的学生 而且他不是学音乐的 那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你们小朋友 校长一直跟我说 哎呀我们乡下地方了 那小朋友音乐不好 我觉得我要修正这句话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音乐的素质非常好 唯一差一点的就是 你们太太畏缩了 每一个在台上都好像小媳妇一样 这样就这样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不像都市的人 我觉得你们胆子要大 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的歌声非常的好 你们的子弟也吹得很好 你们的节奏感也很好 我真的是非常的要恭喜你们 因为在你们的生活之中 是有音乐的 我特别要举一个小朋友 我刚才说你们很畏缩 有一个小朋友 是第一次弹钢琴的时候 在旁边翻谱的那个小朋友 我从他开始上台 我就觉得他是你们所有的小朋友里头 我看到最有音乐的人 最有气质的一个小朋友 我要怎么告诉你呢 因为他看到音乐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有感动 他会跟着来 你们小朋友你告诉我 你们有吗 我坐在这上头 如果你很注意的话 我跟你们校长坐在一起 所有的音乐开始到最后 你们的校长都一动一钟 然后一直看台上的同学们 如果你很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会跟着你的歌声 你的鼻子的声音 会摆我的脚 把我的脚摆动一下 把我的头摆动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听到音乐 我很高兴 校长就还没有很高兴 所以他很需要 你们小朋友每一天告诉我 校长校长我们要听音乐 然后叫他一起唱歌 像刚刚改善着新 那个大秀故事 小称故事 你们不是改成大秀故事 其实你们的 今天的师姨 两位师姨 真的也是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们口词非常的清晰 大秀故事 你们第一件事情就请你们的校长 把大秀故事 下次唱给人听 你们就成功了 你们真的是很好 我很希望各位同学 把你们的歌声 把你们的音乐带过去 你们马上就毕业了 等到你国中高中 等到你大学 搞不好你念大学的时候 我如果还没退休 你如果到台中师范学院来读书 我觉得你就告诉我 我就是那次大秀 国小毕业的学生 应该没有六年 对不对 再过六年你就大一了 如果那个时候 你会去参加音乐性的色谈 你真的是 人生是非常幸福的 我很惊讶的一点是 我今天在大秀国小 看到两个弹钢琴的都是男生 我真是非常的惊讶 因为大部分表演都是女生 所以那两位男生 有一个比较壮的男生 也弹得很好 就是 弹得非常好 就是两位男生都不相上下 我觉得你们会学习他们的 我刚刚说 那个小朋友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他不是也弹琴的吗 对不对 你看看他的肢体 你有没有觉得他很享受 他在班上表演的时候 他正好坐在这边 我注意到他 那个音乐一开始 他的脚就在打开子 然后你就看到他的头 我就跟着来 我觉得他的人生 真是非常的幸福 你们这里有两行字说 认真读书锻炼 我希望你们大秀的同学说 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然后快乐过生活 你的生活就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你们在这里 刚刚有在唱珍重再见 我真是很感动 因为我就想起 现在你们都六年级 二十八年前 我曾经在一个小学里头 带一个毕业班 毕业也就是说 我就是里头的 什么假班 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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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班 三班 的老师 就是说 二十八年前 我唯一带的一班 六年级的小朋友毕业 就是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那是二十八年前 你想都不能想 我也不敢想 我也不要想 你们唱的那个珍重再见 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就想起 这首歌应该也是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学的 我如果不是念小学 就是国中 绝对不会超过国中以上 就是珍重再见 最后我就把这首珍重再见 唱给你们听 然后希望你们跟我的 大家一起唱 然后我祝福你们 然后看到我的歌 才记不记得 是不是跟你们 谢谢中생 参观 成为我让我们êtRel 访问完诺劝 Strong!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 親愛的朋友離別就在今天 從今以後到下次相見前 我們都 我們會感到心酸 這是我記得的歌詞 謝謝林教授 謝謝林教授 用心跟不用心就這樣 我們一二三年級同一個音樂老師 雅編要不要說一句話 老師 校長 各位同學 今天你能夠在這邊上台 你自己有花了很多的心學 花了很多的努力 非常恭喜你們 要畢業了 非常恭喜你們 也謝謝我們今天所有語彙的老師 以及小朋友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 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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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欢迎你 谢谢你的女生 谢谢女生 来再一次掌声给你 谢谢你们的老师 谢谢我们 台湾事业的领导师 来欢迎小帮 好,今天是属于 第二次 是你们的时间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好,高高 好,高高高 谢谢大家